哈嘍,大家晚安 晚安晚安 今天非常晚哦 還是先跟大家說聲歡迎來到 Gross Monday Nyo的直播世界 然後呢,為什麼今天這麼的晚呢? 嗨,大家晚安 我們等一下,等一下粉絲好了 嗨,大家晚安 我們又見面了,又回到我們熟悉的背景了 歡迎來到Gross Monday Nyo Nyo的直播世界 今天呢,非常的晚哦 為什麼呢?因為呢 Nyo Nyo剛下飛機 才剛比達公司而已 對,然後因為時間的關係 再晚Nyo Nyo就不敢直播了 那很多粉絲 早上就開始私訊Nyo Nyo 想要看穿搭 然後問一些長度跟尺寸的問題 但是因為Nyo Nyo人在出差 有時候訊號不穩 真的沒有辦法一一回覆 對啊,因為明天 今天開始就是廉價哦 相信很多人都要出去玩 但是明天大家可能沒有時間看直播 所以Nyo Nyo今天決定呢 還是在剛 希望我剛下飛機回來 就趕快直播給大家 嗨,晚安 所以今天會有點晚一些些 但是 就是還是希望大家都來聽 然後大家一樣幫我分享留言 然後就一樣可以得心評哦 好 然後先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今天難得這麼晚嘛 我們聊個天嘛 好不好 讓Nyo Nyo喘氣一下 Nyo Nyo從一路禮拜二出差 到禮拜五 現在剛剛 地搭 然後才剛回來公司 其實一路都沒有間斷過 那Nyo Nyo在做什麼呢 Nyo Nyo幫大家真是挑了鞋子 飾品 狩獵 耳環 都是非常非常好看 最新最流行的東西 對,然後呢 之後呢 會慢慢陸續上架給大家 然後還有很厲害的墨鏡 對,因為我還來不及拿出來 預計是 我們連假回來的時候 我會先跟大家分享這個墨鏡 看什麼時候預購 因為那個墨鏡超厲害 他那個鏡片可以反過來 所以呢 先跟大家透露囉 所以有聽到的人 還是要準時收看直播 好不好 不會不會 不會辛苦 你們聽得開心就好 嗨 晚安晚安 大家晚安 好那 一樣希望大家能夠幫Nyo Nyo分享 按讚留言 好 那 等一下我們就陸續開始接到新品音樂 時間很晚 已經快11點了 不敢耽誤大家太多的時間 嗯 相信大家連假應該都有 想要出去玩吧 有沒有都安排好了 那 大家記得要好好在連假休息一下 平常工作都非常辛苦 好不容易擺到連假了 大家一定要認真的玩 認真的吃 好不好 好 這套超美 Nyo Nyo回來了 好 好 因為他超美 所以Nyo Nyo今天決定穿他在第一套 這個啊 賣的超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三件套 所以 我覺得很划算 然後 除了划算 這個不假 我覺得他非常的好看 顏色非常的美 重點是大家應該最喜歡的是他的這件罩衫 那很可惜的 他又不能分開買 他就是一個set 我跟妳講 三件套 背心 罩衫跟褲子 一套穿起來就是懶人穿法 然後也不會有太多的搭配問題 那如果一般呢 其實啊 你拿一件牛仔褲來搭 就可以啦 不一定要搭這個褲子 你看這個套 這個三件套多好用 好 然後他是選仿材質的 那我來介紹一下 他這一個啊 我幫大家選的是 有點綠色的花 我覺得超美的 這個綠啊 在房間外面的罩衫很少看得到 然後長度呢 是比較偏長版的一點 但是他沒有過膝蓋 所以還好 不會到150公分的人 不用覺得太短 太長的問題 然後他下面這邊是做有點不規則的 讓整個罩衫其實 非常的飄逸 有沒有 好 袖子呢 是做五分袖的感覺 就是跟一般的長袖 或是短袖不太一樣 五分袖穿起來的比例是非常好看的 好 那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褲子有敷一條斷帶 喜歡的人就綁上 覺得他麻煩的人甚至可以抽掉 褲子是有彈性的 腰頭是有彈性的 但是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覺得這件褲子啊 我穿起來是蠻剛好的 所以我建議他穿到M號 我覺得褲子就差不多了 因為他本身這件褲子其實沒有做的很寬大 是比較窄小的 但是不至於到緊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講說 褲子的穿著感是大概 嗯 算要剛好的階段 所以大家可以穿到M號左右 再來呢 上身這件背心是附贈的 大家可以看到他有點透明 他其實就是一般的內搭小背心 那 就當作他是送的囉 你可以搭在這套裡面 或是搭在你其他的罩衫裡面 也可以將裡面的那個小背心換成自己的 那這個純粹就是一個很一般很薄的細肩帶背心而已 就是沒有什麼太特別的 你可以當一般的內搭或是小背心穿搭 好 整套啊 超級划算的 這個我也有買 之後可以看到妞妞就是去 玩的拍照的照片 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是穿這個花去 很美喔 好 好 再來呢 今天有很多一系列的花要跟大家介紹 好 我再來介紹的這一款是 呃 有一個提花洋裝 今天很多粉絲私訊問妞妞這個問題 好 等我一下喔 我來幫大家換 因為今天有上蠻多有關花的商品 好 粉絲都非常喜歡我們家 喜歡我們家的花 因為其實妞妞都有特別幫大家挑過了 好喔 希望大家持續幫妞妞按讚留言分享 好不好 好 我現在要講的這一款呢 今天超多人帶的 可能因為已經很久沒有看到 這麼美麗的粉紅色了 好 這一件呢 一上架大貨好評 好 果然我對它沒有失望 這一件呢 是今年最流行的提花洋裝 好 好 來 這件提花洋裝跟大家講 它有一點透明 所以我建議大家 穿一個白色的瓶口小可愛在裡面 就是不要穿黑色的 我覺得它有點透明 但是這件非常漂亮 你知道以上架 火速賣掉一半 好 它呢 就是利用今年最流行的 提花有沒有 一朵一朵的提花 然後這個呢 完全不挑人穿 S到XL都可以穿 上面這邊也是有彈性的 好 這邊的彈性會比較小一點 畢竟它是提花 提花本身沒有太大的彈性 但是腰的部分是非常大的 好 再來呢 它的裙長其實是可以單穿 不用再穿任何褲子了 裡面呢 很貼心的有幫大家做一個內裡的設計 那妞妞還是習慣穿裙子的時候 裡面穿一個褲子啊 比較安全感一點 好 這件非常的唯美 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很多女生都非常非常的喜歡 好 那布料呢 是夏天最常用這種 薄透的材質 好 穿起來非常的輕盈舒服喔 然後大家看一下那個裙長 裙長我覺得蠻剛好的 好 然後就是一個小裙子的概念 好 這一款呢 我幫大家說另外一個顏色 它是有點偏 BABY藍的顏色 這個顏色其實也蠻漂亮的 對 這次的顏色很難選 因為一個是粉 一個是藍 兩個完全穿起來不一樣 你說跑上去很奇怪嗎 來我來測試給大家看一下 一字裡大家都會有跑上去的問題 這一款我覺得跑上去會很奇怪 因為畢竟它有花邊 所以我覺得這一件洋妝啊 就真的是要當個唯美的小公主 動作要小一點點 本身就是設計比較公主 女人風一點 所以大家記得夾菜啊 拿東西的時候 要小心翼翼一點 好不好 比較小女人一點 好然後我來穿一下藍色給大家看 好 因為真的還是有些人不接受粉紅色啦 那妞妞有選擇一個 每年都最流行的水藍色給大家 水藍色不用擔心 它不會挑膚色穿 它是都OK的 這件真的賣得很好 因為我自己有帶一件 因為它很薄拓啦 我剛剛有講 穿起來很舒服 然後其實就是有一點 公主般的感覺 我不知道大家對這件衣服的認知是什麼 淑女 它就真的是淑女跟公主 不要太粗魯 上天都穿這件出去啊 都是跟朋友 或是跟我媽出去逛街的時候 因為沒有帶小朋友的時候 因為有小朋友 我覺得穿這真的太不適合了 所以這個都是通常我私下 跟朋友出去 就是喝茶聊天 或是下午茶等等的 狀況會穿 因為它真的是 動作要小一點 然後記得喔 Keyword動作要小一點 好再提醒大家 腰頭都是鬆緊的 不喜歡穿這樣縮腰 你可以把它拉下來 喜歡縮腰 就稍微微的 往上調整就好了 長度都是這樣剛好 不用再穿褲子囉 好不好 好接下來呢 再介紹一個厲害的 渲染衣製零上衣 這一件啊 整個就是大貨好評 好這件是大貨好評到不行 我覺得大家還是很喜歡 有色彩的東西 好這一件呢 它非常的特別喔 它是整件算是渲染的布料 然後學放的材質 非常的涼 好這件拍照超級美麗的 來 好這件拍照是真的很漂亮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件它是走一個渲染的概念 就是其實有點不規則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顏色蠻特別的 你看喔 這邊有綠色 有淡粉 然後還有有點紫紫的顏色 整件就是不規則的 伊智玲連身 裤妝 那這一次街秀 大家有發現它是垂下來的 以往的街秀都會接在這邊 但是這一款非常美 它是垂墜的 它是垂墜下來的 所以是會比較 比較低一點點 因為以往的街秀都會在這邊 大家記得嗎 好 然後這一款它是做更美 女神風 就是在降低一點 所以如果怕露的 我覺得不建議帶這一款 但是通常喜歡穿伊智玲的粉絲 都一定會帶這一款 因為它就是女神款 有沒有 它袖子是這樣垂墜下來的 非常的漂亮 然後後面沒有太多的變化 它就是平口的 很簡單的平口 褲長呢 我覺得蠻剛好的 不會露屁股 好 然後呢 這邊一樣是有鬆緊的 是一樣可以穿到 Aloma的 是沒有問題的 好 這一件褲子非常的好看 拍照也非常的必勝快 好 它就是走一個女神的概念 嗨 謝謝大家分享喔 好 我就稱它為女神款 這個很多喜歡伊智玲的朋友 都非常非常的喜歡 尤其是它的手袖 你看一下 從背後看是多美的線條 好 這件是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你們可以參考網頁 model 穿一下 然後 大家有發現這一款的褲型 是比較直的 它的褲口不會寬 因為有很多粉絲 其實有的連身褲不太敢買 是因為它的褲腳 褲口很寬 大家覺得會重膨 曝光 但是這一款呢 我發現它的褲口 其實是順擺的 不會寬 所以 你不管是在上樓梯 下樓梯 前面後面都 完全不會讓大家曝光 大家有沒有發現 好 然後褲子都有幫大家做內裡 所以不會有透光走光的問題喔 好不好 好 這個真的超美 這個等一下大家可以去看 好 好 然後昨天介紹的四色背心 我就不講了 因為 他們真的是賣得非常好 好到不行 所以 這個背心我就不說了 這是妞妞獨家設計的背心 然後 然後 款式呢 四個顏色 今天粉絲有問妞妞說 四個顏色 到底哪個顏色賣得好啊 跟大家講喔 他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平均 所以 我只能回答你 非常平均 那 如果你要我推薦的話 妞妞個人是買藍色跟白色 但是呢 很像粉絲的喜歡程度 是灰色跟粉色 所以 真的有點難選 那這個我就不再介紹了 好不好 這個如果你昨天沒有買到 今天趕快去買 因為這個 昨天我已經介紹過了 介紹非常詳細 已經掃光掃光的程度了 好 那我最後 我不穿 我只講他的材質 他的材質 跟版型都是妞妞獨家設計的 然後 面料是選用超彈的 羅文面料 這個面料是新的布 所以 之前有買過我們家羅文面料 絕對沒有買過 這樣子的羅文布 這個是妞妞新找的布料 所以是 非常的彈 彈彈彈 這一路可以拉到XL 都沒有問題 好 這個我就不介紹囉 好 再來呢 我們來介紹了一個 背心好了 這是大家非常想看的背心 然後 今天大家的重點 應該是會放在 下半身 跟小花 小花的那個 罩衫對不對 好 我要來介紹一款背心 他非常非常的厲害 好 背心 這款背心呢 他是鏈條背心 非常的好看 我們家那個 羅文背心啊 小背心啊 短背心啊 全部都賣得非常好 所以 最近出滿多新款的背心 好 這一款他是V0的 就是比較有一點性感一點點 但是呢 在性感的衣服當中 一樣可以讓大家穿出 比較休閒的感覺 好 這一款呢 妞妞個人買了三個顏色 超愛 好 我把頭髮綁一下 讓大家看得清楚 好 趕快分享喔 這個背心超特別 而且面料超好 先給大家看 彈 所以 一樣是一路S到L 通通都可以穿 只能說彈 我們家的面料有很多種 但是呢 都一定是幫粉絲選最彈 最好穿的面料 好 這個呢 不用太多想法 內衣要穿什麼 V0要怎麼辦 只要你擁有一件平口內衣 不用擔心 這樣子V0的衣服 平口的衣服要穿什麼 好 這一次是幫大家做一個鏈條的設計 然後這個鏈條是可以拆掉的 所以你在洗滴的時候 鏈條是可以拆掉的 好不好 來我要轉身囉 跟大家講這個後背有多漂亮 後背是這樣子 好 只要你有平口內衣 你什麼都不用害怕了 我就是穿著19的平口內衣 就可以讓你擁有這麼漂亮的背 好 它就是做一個T字型的感覺 好 如果是想要比較可愛的人 我覺得你可以帶白色 如果你想要比較休閒的人 可以帶 可愛的人可以帶粉紅色 休閒一點的人 我覺得可以帶白色 它三個顏色穿起來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後我蠻推薦大家買粉的 因為這個粉紅色是蠻可愛的 然後鏈條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可以拆掉的 而且很特別 這邊是大勾勾 這邊是一個大圈環 做得非常非常的細齁 好 然後再來呢 我穿一下黑色給大家看好了 如果你今天想走性感風 其實 有時候如果你真的是想去小酌一杯啊 或是夜店啊 其實不一定要穿洋裝 我覺得穿這個出去其實就蠻性感的 對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穿這種出去就蠻性感的 好這個有三個顏色齁 然後剛剛粉紅色是呈現比較可愛的風格 然後妞妞現在再來穿一下這個黑色 我覺得這款你們一定要帶欸 因為 妞妞講過夏天大家都很喜歡穿背心 可是背心如果太素就顯得有點無聊了 好 我現在穿的這個是黑色的 黑色給人家的感覺就比較辣一點 那我覺得如果你跟姐妹去就是小酌一杯的時候 其實穿這個就可以了欸 有時候不一定要穿到什麼洋裝啊 辣妹洋什麼的 來給大家看一下黑色 黑色呢搭配精煉就是比較性感的造型 然後大家看一下後背 後背超美的 黑色就是最瘦 有沒有看到腰身 有看到我的腰身了嗎這邊 哈囉 哈囉 小方 哈囉 來有沒有看到黑色我的腰 我跟你講大家都可以 因為他的面料是彈的 然後黑色就是比較偏性感 粉紅色就是比較俏皮一點點 非常美 這算比較辣 但是呢 大家應該都有買了上禮拜的罩衫 跟你講那個罩衫什麼都可以搭 不用太擔心 說他會很辣 我跟你講真的夏天到來的時候 你們就不會覺得他很辣 因為真的很熱 好 很熱的時候你們就會穿背心了 好接下來我要穿大家最愛的白色 因為白色大家會覺得最好搭 所以我現在來穿大家覺得最愛的白色 好 好 白色呢 非常非常的好搭 你只要搭牛仔褲 牛仔裙 任何的上衣都可以 然後提醒大家 這一款的白色他不會透 他不會透 這一款的白色他不會透 因為本身面料是有點厚度跟彈度的 所以這一款的白色大家不用擔心會透 那你平常就拿一個牛仔褲搭 可能會比較顯色好看一點 好白色超美的 有沒有看到我們Model拍照 白色真的超整的 真的不會到很辣 我來告訴大家為什麼 好我今天這樣單穿你們會覺得很辣 好不好 可是呢來 我順便再介紹一個新品啊 這個賣的超好的 這個呢就幫大家進了一百多件 然後現在只剩大概個十幾件而已 所以呢如果有喜歡趕快去下單 後面還有一批追加 這個啊我那時候還沒有上新品的時候 就很多人一直問了 好這一款照衫呢超多人喜歡 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我換一下褲子好了 因為我都這樣穿白的 你們可能會有點看不清楚 好跟大家講一下喔 這個啊 這一件啊 光今天上下 牛牛真的不吹牛 已經賣了大概七八十件了 跟上禮拜的照衫沒有什麼兩樣 他們兩個真的是不相上下 好為什麼呢 跟大家講這一款照衫小花的 外面出很多花型 但是 我跟你講這種花布型大概有五六十種 好 可是牛牛為什麼只幫大家挑一個偏藍色帶黃花的 因為這個是最不挑人穿 最顯色拍到最美的 好它的長度是在小腿之上 然後非常的飄移 如果你穿這樣的背心 或是家裡一般的背心 你只要搭一件照衫就非常夏天 重點是這個照衫它是喇叭袖的設計 然後它非常的薄非常的薄 所以你們不要覺得穿那麼長 氣氛袖會不會很熱 完全不會熱 它非常涼你穿下去就知道 然後這個照衫有一個好處 它這邊有開場 可以非常修飾你的腿型 再來呢 它還有一個穿法是 有些人會這樣子綁著 另外一個造型 就是前面可以讓你綁起來 因為它是一個側邊 有一個剖開的設計 好所以它有兩穿的方法 這一件超美 大家一定要去買 它真的快美了 然後我們五一放假結束後 還會再倒一批 所以如果已經跳預購的人 不用擔心 它馬上就會幫大家補貨了 好因為後面已經幫大家追加 它早上已經上架實在賣太好了 好 照衫可能大家都很缺 因為像剛剛 就穿這種背心 你們如果覺得很露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搭照衫 小花照衫 好再給大家特寫 它是有點深藍色 夏天呢 其實就是沒有幫大家挑黑色 就是深藍帶黃花 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囉 再來囉 再來我要穿什麼呢 好再來我要穿今天 也是蠻夯的一件 就是有一點圖騰刺繡的灰色衣制領上衣 好 來 這一件呢 它只有出一個顏色 然後它是有肩帶的衣制領 然後這個呢 其實蠻好搭配的 大家只需要拿出家裡的牛仔褲就可以了 好 這件穿起來非常的顯瘦 因為它本身是灰色的 然後它有個好處是 它可扎可不扎 大家發現我沒有扎 我也覺得很胖 因為本身版型是做比較修身一點點 沒有內裡喔 沒有內裡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肩帶是可調的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調整到 你自己覺得合適的 合適的位置 好不好 然後這邊非常的彈 來大家看一下 好的 佩萱這邊非常彈 所以大家都可以駕馭 好 然後袖子就是一字零的小短袖 再來呢 如果你想要微紮 就是微微紮進去一點 然後有個好處是 這肩帶其實你們可以藏進去 如果你們 有些人不喜歡肩帶 的話 你可以把它藏進去 它就會變成一字零了 對 就看大家自己喜不喜歡 如果把它藏進去就是變一字零 好 有些人覺得我不想穿一字零 因為有時候會直接跑上去 直接去逛賣場了喔 好 然後就是有些人覺得會直接跑上去 所以他就喜歡這個肩帶 這肩帶 一字零 不管做什麼他就不會亂跑了 好這件非常漂亮 它是有點銀灰銀灰色的 不是那種休閒灰 然後我覺得最特別是這邊 大家看一下布料 它是刺繡的 然後重點是它這個鬆緊的彈度是非常彈 超級舒服的 大家不用擔心 穿起來不舒服 這件就自己有買一件來穿 因為就是 非常的涼爽 然後銀灰色 我非常喜歡 膚色完全不會調 有沒有發現很亮 很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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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這件超美喔 等一下沒買的 然後記得去下單喔 哈囉 然後呢 我要再穿一件今天大家覺得非常厲害的套裝 哈囉 好 這件妞妞有買了 我已經就是去玩耍過 然後已經穿過了 好 這一件呢 什麼厲害的地方呢 我穿給大家看囉 好來 這件有個好處是 它也是套裝 一個罩衫 然後一個 一個那個 一個罩衫一個褲子 好 大家等我一下喔 好 這一件呢 其實蠻多人喜歡的 原因是 它罩衫可以拿出來當 其他的搭配做使用 好 好 我先這樣子搭給大家看好了 假如說你一般有一件衣字靈 或是背心 你可以自己搭 它這一件是做比較寬大的設計 我非常喜歡它的那個 的花紋 大家看一下它的花紋 然後它的邊邊都是有小鬚鬚的 這件非常的美喔 然後 褲子啊 人人可駕馭 S到L號都可以穿 然後 上衣也是 S到SL都可以去駕馭 那平常其實妞妞的穿法會是 痾 我搭一套的話 我就是像我現在這樣搭 或是搭背心 或是你可以拿其他的短褲 然後 這個罩衫其實大家可以隨意發揮 你可以拿到你的洋裝 你的褲裝 你的背心 任何去搭配 因為它本身是白色 不會有搭配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啊 買這一件的人 真的是聰明 如果你已經下單的話 因為褲子 我跟你講這件褲子我超喜歡的 他們不論是分開穿 還是單穿 我覺得都是100分 因為真的太實用了 好 今年這個罩衫非常小 然後妞妞我幫大家物色到幾款 反應都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這個好東西要趕快推薦給大家 它是算蠻強的新品 所以大家都喜歡這個罩衫 然後 如果你不要罩衫 就是直接這樣子搭這個褲子 其實也蠻好看的 然後褲子 褲子啊大家有發現嗎 它內裡坐到這邊 所以有點透透的感覺 下擺是透透的感覺 非常的漂亮 嗨 謝謝大家分享喔 好然後大家看一下罩衫 罩衫是真的很美 就是蹄花的 然後這次蹄花它不是透膚的 它就是白色雪紡的 整件你看 你看你們看一下近拍 有多美 好喔 這個有喜歡自己去買 好不好 這個套 這個只剩幾套了 好然後我還會再跟廠商追加 這個 因為這個真的大家都很喜歡 好 然後褲子我剛剛有講 褲子是鬆緊的 來褲子是鬆緊的 想穿到多大就多大囉 然後有幫大家做內裡到這邊 上半截的地方 所以下半截這邊會有點 若影若現微透的 非常非常難美喔 好來接下來呢 要介紹一個大家最想聽的背心囉 喔不是背心 裙子 好裙子 來 這款裙子呢 很多人對它有疑問 因為它沒有尺寸 沒有拉鍊 就是 我看一下 我記得是沒有拉鍊 對 沒有尺寸 沒有拉鍊 什麼都沒有 它就是很單純的一件包裙 大家很想知道它的尺寸呢 到底落在哪裡呢 好來 我先隨意拿一件背心囉 好不好 主要是看 好我穿白色背心好了 等我一下喔 大家最想看的裙子 千萬不要錯過了 好今天大家都對這個裙子 非常有疑問 它到底是有尺寸還是沒尺寸啊 然後這一款裙子它 沒有拉鍊 好它就是很單純 直接套上去的 但是很多粉絲說 到底可以穿到什麼尺寸 到底 好我來幫大家解決囉 好來 這一件裙子呢 先跟大家講一下 它有兩個顏色 來大家是對這件裙子很有興趣 好 基本上呢 袋子啊 尿尿覺得可綁可不綁 我覺得如果是我 可能不會綁 對我覺得看大家 就是如果今天是我的話 我可能不會綁 但是 廠商有附 那我們就綁起來好了 它呢 是彈性的 它是彈的 可是呢 這件裙子 非常非常的包臀 就整個會把你的臀部包起來 就是了 好 所以如果你要穿這件啊 建議大家 嗨 所以建議大家穿這件啊 要穿五盒內褲 不然會不好看 然後側面是非常顯瘦 但是它就是整個包臀的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 它可以穿到什麼尺寸 它可以穿到M號沒問題 但是M號的人會很合 很合很緊 但是是可以穿的 因為它本身就是貼身的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又怕胖的人 你就帶黑色是最保險的 除非你是瘦瘦的 不是很擔心胖的問題 只能穿到M號 如果缺貨的商品 大概要等多久 其實我們賣場 大部分都有開放預購日期 但是每一款商品不太一樣 你可以LINE詢問我們 好 這個只能穿到M號 嗯 差不多M號 然後這款我自己帶的是黑色 因為妞妞比較完美主力者 希望看起來自己瘦再更瘦 好 然後它就是整個包臀的 但是呢 不用害怕喔 因為它的質感是非常好 它這塊料是彈的 然後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你們買回去穿看看 因為它真的是舒服舒適的 然後你只要搭一個背心 紮進去 就是很有腰身 然後就是高腰的感覺 讓你的臀會非常非常的長喔 好 然後我再穿一下大家最熱愛的黑色 好 因為這件啊 它本身就是比較合身 所以它也沒有做任何的拉鍊給大家 就是直接套上去就可以了 好 不用擔心 因為這個面料是真的很好 然後它本身 不管你是胖還是瘦 它就是要貼在你身上就對了 它就是合身的 好 如果你真的比較擔心 你又很喜歡它的型 我覺得你就跟妞妞一樣 就買黑色 因為黑色就比較不挑人穿 而且裙子它這件不會很短 因為它反而是在中間的地方 又開了比較長一點點 所以不用擔心 長度是OK的 然後你看 還可以有一點小屁股的感覺 微翹小屁股 好來 然後這裡 長度超級瘦的 總之呢這件裙子非常非常的顯瘦 嗨 好了 那我今天的新品都介紹完了 然後 希望大家趁五一連假的時候 留價錢的時候 好好逛一下網頁 好 然後再提醒大家 我們連假回來 一定要記得看直播 因為有一款墨鏡超強 還有呢 今天有 有幫大家就是物色到 很可愛的小包包 可是是數量有點限 很漂亮很漂亮的小包包 牛牛就立馬說 我要買我要買 好了 所以我已經悄悄的 等一下就要帶回家飛了 好 就先預告這兩個東西 因為這次牛牛幫大家物色 超級多漂亮的東西 但是 一切呢 都要等連假回來囉 好不好 好 那連假回來 我會再跟大家講 什麼時候可以預購 重點還有鞋子 還有兩雙鞋 好連假回來 我就會慢慢的幫大家 上架上去 好不好 想看一些 想偷看一些 未上架的東西 嗯 好 你們有這個要求 我給你們偷偷看一款 下禮拜二要上架的東西 好 我就來找一下 等我一下喔 只給你們看一款喔 好 來 我選選看 要給你們看什麼呢 想要看什麼系列的呢 好啦 我給大家看一個大家比較能駕馭的東西 好不好 每個人都可以駕馭的 下禮拜會上架這個超強的小背心 我已經買囉 嗨 好 好 想看一些偷偷我也上架 好啦 鞋子回來 我們就會搶先曝光給大家看 好不好 大家應該最期待的是鞋子跟包包 所以連假回來 我就先透露鞋子跟包包 然後呢 因觀眾要求呢 妞妞先選了一個 下禮拜要上架的東西 好 偷偷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厲害 三個顏色 妞妞都已經帶回家了 好 好囉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邊了 你說我的眼睛有點腫 沒錯 這邊都是腫的對不對 因為妞妞的眼睛過敏 然後其實出差沒有好好的睡眠 沒關係沒關係 妞妞會在這幾天想盡辦法補眠的 好了 大家晚安囉 非常晚了 11點半了 好 妞妞也要開始啟動那個 保姆的 保姆的模式了 好 今天呢 等一下就是要趕快衝回家 看我的小朋友 非常想念我的小朋友了 好 那祝大家假期愉快囉 好不好 然後等一下記得再去逛新品囉 那就先跟大家說聲晚安囉 晚安晚安 謝謝大家分享喔 Good night 大家晚安 拜拜囉